今次我會繼續講到成年因果,今天我們都會測試的 還有下一份文章給大家去填,大家就寫你處理生命的見證 為什麼呢?因為我想你們很認真去看這件事,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很認真 亦都幫我們生命提升寫一些東西,那你就寫關於你怎樣處理生命 你以前是怎樣,後來是怎樣,在過程中你做了些什麼去處理生命 讓我們都知道我們將來那些人出去服侍的時候,我們都有這些文件 所以我就鼓勵你去寫,還有一份比較簡單的東西,已經填好了給你填 那一份可以讓你多方面對於事物的心態 而今天我要再講的就是講到這個聖靈一高怎樣去流通 在我們的身上,讓我們帶著臨命祝福人,有幾個因素 其一個因素最重要的就是深信神很想充滿我們 神很想充滿我們,在波西曾經神叫他,我將你的靈分次給七十個獎口 讓他們和你一起承擔管理,發聖的職責 然後呢,六十八個就來了,七十個就來了,六十八個就沒有來了,就在營裡 然後呢,六十八個來到就受感說話了 但是那兩位在營裡,自己有受感說話,即是他不是無謊 他直接在那裡,聖靈又降在他身上 那有人告訴約書雅,約書雅就報發他們 他就告訴摩西聽,那兩位沒有來到,但他們現在在營裡受感說話 你去禁止他吧,摩西說,你為我而負責到他們嗎? 他說,為了以色列人都受感說話,為了耶華的靈,耶華將那個靈降在他身上 即是神是想每個人都被聖靈充滿,很流通的 所以這裡說出一個心意,神的心意就是 神很想充滿我們,神很想,因為聖靈充滿 其實我們不要將聖父聖子和聖靈分開 有些人說,聖靈說哪裏,說聖靈充滿 其實聖靈是神的,說到怎樣聖靈充滿 其實是說到跟神的關係 所以聖經說到跟神的關係,那些事情我們跟著去做就會被聖靈充滿 其中很重要就是心靈誠神的討告,做得心靈的討告 譬如我們深信,神很愛我,神很大祝福我,神很想祝福我,提醒我 神和我一齊,自然的人就會火熱 聖經裡面有講過一些經文,譬如有人做聖殿回幕的物件 都要被聖殿充滿,做物件的,七位執事要被聖殿充滿 阿西和管理百姓的七十長老也要被聖殿充滿 很多先知都是聖靈說的靈在他們身上 即是說神是想充滿他們,即是跟他們有密切關係,以後他們服侍 即是神是想人家教自己做 所以我們第一深信,神很想充滿我們 神很想和我們有密切關係 神很想和我們有密切關係 當你知道祂想的時候,你就不難了 你就會覺得不困難,只要我們怎樣做 我們的心把開,好像棚,好像洞門,開了 很想神充滿我們 因為我們人是有思想意志感情和我們的靈 所以我們整個思想都完全認同神的說話 神是所說的,一定是做的,最好的 神一定會做,神一定會愛我的,幫忙的 甚麼都相信 思想第二是甚麼? 意志,我決意跟從神 感情,和神有深的感情 很多人聖殿充滿一難就是感情 因為很多人用思想 只是用思想的時候,感情可以開放 感情開放是很容易被神充滿的 那你天天跟神就是 啊,耶穌我知道你很愛 即是跟耶穌坦誠說我 神啊,你很喜歡我,你很寬你我 你很愛我的 當你在這個狀態,你就很容易被神充滿 而且是放鬆整個人,全個人都鬆了 你就會容易感受到聖靈帶來的平安、輕散 或者神要釋放你,神要安慰你 神要安慰你,激勵你,都會容易經歷 那你在這個狀態,常常留在這個狀態 聖靈充滿一難 那我們為你祈禱就會發現 我們按手就會發現聖靈容易流過 你也會發覺聖靈容易流過你的 而且你們為我和Manny按手 用來感受在你身上的聖靈 聖靈如何透過你流通到我的身上 我感受的時候,一方面我為你按手 另一方面你為我按手 我就感受聖靈在你身上的狀態 大家可以去測試,即是唯一一個人按手 然後當你心很放鬆的時候的分別 我自己是,我試過做過很多次 就是當我放鬆的時候,人就經歷強 當我不放鬆的時候,那些人經歷就不太強 而經歷聖靈,我們要分清兩方面 我們靈命成長在兩方面 一個是靈,一個是魂 我們都經常講到魂的釋放和靈的釋放 魂就是思想、意志、感情那方面 另一個就是靈的和神關係 我們有需要思想、意志、感情學習是否 整個人的,我們知道的靈域 我們的魂就是我們知道的靈域 即是我們人運作 世人運作都是思想、意志、感情的 而我們又學這個和神的關係 靈的相同 兩樣都相同的時候 你就容易被誓不出 所以,我就鼓勵大家 在祈禱的時候,不要想想 哎呀,我都煩惱 我都是不行的了 不合格的了 這個心態是一個什麼心態呢? 否定的 失敗者的心態,對不對? 所以在祈禱的時候 不要有任何負面的想法 還有,不要分心 一分心怎麼辦呢? 立刻想回就行了 有些人說,哎呀,我經常分心 不要緊 一分心,只想一想 你便在這裡 大家嘗試這樣做 我們就逐個逐個祈禱 又投入,放鬆 整個人投入 我都試過,有些人說很想經歷多久 我就說,好,你試一下整個人放鬆吧 我又叫他動一隻腳 動一隻腳,有什麼意思呢? 因為當他動的時候,他的腳動 就像小孩子這樣動一動 的時候,他的人就鬆了 他就經歷很大的喜樂 我就發覺很多人 當他整個人的心靈放鬆的時候 他的人就經歷聖靈的充滿 是更加容易的 經歷聖靈充滿是否一定聽話呢? 有些會,有些會不會 但聽話的機會是更多 因為他會更加看到神的真實性 但的確有些人經歷聖靈後 又不聽話也有 但如果我們都學過了 知道,如果你經歷聖靈充滿 又不處理生命 那就即是浪費 起碼你們這麼乖來門道訓練 因為你們想提升 那你自己浪費時間 就想了些不好的事情又煩惱 那即是浪費時間 不如快快地提升 然後我們出去暖宣 嘩,看著人們的鬼滅 那這樣的時候 你就越來越擴闊了 越來越擴闊了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 不要自己 和自己打 是不是 就是好像 自相麻団 或者打對台戲 或者我的字眼 大家看看 即是說你一方面又想爭取 但另一方面又自己打回自己 不要做自己的敵人 全心全意 來到神面前 投入的 放鬆的 那我教他們 用心靈呼叫出來 啊 這個就是 讓你的靈 試著跟你的聲音一起上去 啊 來來來來 啊 來來來 你們大家 在家裡有沒有什麼事 做一下 有幾個你做的時候 會有喜樂呢 有啊 有幾個做的時候 會有喜樂呢 就是主了 那你的靈就越來越通了 對不對 我希望你家裡都會這樣做 做了一下 你不用一定要開聲 啊 你做到 拿到一個位 怎麼樣 心靈開通 你不用一定要出聲 的 一個心 一去耶穌 你做到 立即就會 立即會 起落就會來 有幾個試過 你現在試試 在心裡 第一 如果你還沒做到 就是 呼叫出來 哈 這是第一 哈 來來來 來來來 哈 來來來 這是第一 第二 如果你已經做到 你試一下 出聲 在心裡湧上神 是不是一樣都會有 神的喜樂 或者是愛 當你想到神的愛 你又會感受到 被愛的感受 就是 來到你身上 OK 那你 試一下 自己這樣投入做 每天都這樣做 那有些人會說 即是有些人會說 即是有些人會說 用這些字眼很特別 就是 虛無飄渺 大家都是虛幻 很延妙 但是 其實 當我們看到 人經歷聖靈 就一點都不 真是這麼延妙 這麼奇怪的事情 是很正常的 所以 Kathryn Kuhlman 曾經一句說話 她這麼說 她說 你不要以為聖靈 是不真實 聖靈讓你看到這些物件 更加真實 有時候我們覺得這些物件很真實 但這些物件都要過去 但是聖靈是永遠存在的 神是很真實 很真實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深信神的真實 比這張桌子和物件 都更加真實 OK 一個深信 那你一路歧路 耶穌就很真實 聖靈就在這了 哈利多耶 其實 當我們親近聖靈 你會發現 我很少說聖靈充滿 因為我覺得 有時候 不會變成好像很 知道怎樣 充滿 你就想 耶穌在愛我 我又在愛耶穌 耶穌在一起 耶穌在服侍我 耶穌很想和我 有密切的關係 用這些 你比較容易平白的字眼 就 有些人不想聖靈充滿 是OK的 不過有時候 當你不斷地說 充滿一下 充滿一下 你開始覺得虛 好像虛浮運 但是當你的心 耶穌在服侍我 我就是接受耶穌的服侍 就是很喜歡耶穌 很喜歡耶穌 就是以心靈向開服 好 我已經覺得你 好 這樣 引擎 快點 要好吃 我也有 啊 有時候